这个视频讲一下搬砖的工作原理 所谓的搬砖就是从低价的交易所买进 在高价的交易所卖出来赚取差价 搬砖不受B市涨跌的影响 因为不管是涨还是跌 每个交易所的差价依然是存在的 搬砖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单向搬砖法 打个比方 在A交易所中以太坊的均价为3000元 在B交易所中以太坊的均价为3200元 我们在A交易所买进一个以太坊 花费3000元 然后把A交易所的以太坊提到B交易所 以3200元的价格把这个以太坊卖出 得到了3200元 除去一切买卖交易费 提币提现等等手续费后 最终盈利60到170元左右 这就是单向搬砖法 这种搬砖法是有一个风险的 就是把B从A交易所提到B交易所的时间风险 此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到2个小时 在这个时间内 B交易所以太坊的价格如果跌下来了 这一趟砖就赔钱了 所以人们就想出了第二种搬砖法 双向搬砖法 也叫对冲式搬砖法 假如A交易所的以太坊均价为3000元 B交易所以太坊均价为3200元 我们在A交易所放进3000元前 在B交易所放进一个以太坊 我们同一时间在A交易所买进一个以太坊 花费3000元 将B交易所的以太坊卖出 得到3200元 我们在这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同时完成 这个时候除去我们原有的一个以太坊和3000元前 再除去一切手续费 最终盈利60到170元 因为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无时间上的风险 这就是搬砖的原理 我们的Plus Token就是基于这种原理来赚取利润 并分配给大家的